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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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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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优秀的小门员 吉林市第一十页小学小葵星冰球队成立于2019年 球队由最初的十多人发展到现在的64人 已经建立起U8、U10、U12三个完整的训练梯队 每周开展三次冰上训练 2020年球队获得了吉林市第六届冬运会冰球比赛U8组亚军 和2020年全国小学生冰球东立营活动比赛亚军 吉林学习冰球的学生有500多人了 通过小小的冰球能实现他们的更大的梦想 2018年以来 吉林市全面启动《注梦冰雪相约冬奥》 中小学生冰雪运动普及工程 全市国家级冰雪特色学校已经达到75所 其中6所被评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 全市共组建速度滑冰队112支 短道速滑队40支 高山滑雪队29支 单板滑雪队20支 越野滑雪队18支和校园冰球队18支 助力北京冬奥吉林全力以赴 借力北京冬奥吉林大有可为 冬奥会的召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发展壮大冰雪经济 做强做大冰雪产业 发掘完善冰雪文化 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吉林冰雪正在出圈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当更多人感受到冰雪的魅力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三亿人上冰雪的目标 就一定能够实现 新雪季即将到来 不能错过的吉林冰雪 欢迎您的到来 全民健身 让体育更好地融入群众生活 昨天我省规模最大 即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与一体的 综合性体育运动场馆 长律市工人体育馆正式开馆 为市民们运动健身休闲娱乐 又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取打卡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今晚有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